正經關不了,關不了正經,各位同學,大家好,幸福的列車,來得太快,在英國端,我們法庭取得了重大的勝利,也就是說呢,這一群張頭鼠目的鼠輩,即將要被我們逮上法庭啦,至於這些鼠輩呢,有一個列車呢,還是一個火車呢,我們馬上就會得到真確的答案,首先呢,我們馬上就會得到真確的答案,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林環牆教授的獨立觀察的臉書貼文,我每次看到林環牆教授在獨立觀察有新的臉書貼文呢,我就感覺呢,這個天空中洋溢著美好的氣氛,好,來,空氣特別的香甜,我們來看看林環牆教授的這個幸福的列車,到底上面裝了什麼東西,首先我們先來看看,林環牆教授在英國行政法院獲得突破性進展,這是今天的標題, 什麼樣突破性的進展呢,蔡英文論文門,在英國的第一塊遮羞布,就是倫敦政經學院在2019年10月8號,張貼在官網上的,蔡英文法學博士學位背書的無人簽名的聲明,這是蔡英文在2019年的選前的兩個月,好,你看好,2020年的1月11號總統選舉, 在選前的三個月吧,就是2019年的10月8號,這個遮羞布丟出來,那時候造成輿論上面極大的風向,哇,開始所有人都說你看,英國倫敦政經學院都說了,你還在講什麼,你們還在狂廢什麼,所以那一篇聲明呢,是蔡英文使用詐數,取得2020年總統大選的 重要犯罪證據,今天,蔡英文擁有這樣子光榮的博士學位,母校都幫她背書了,可是,母校的這個聲明,竟然無人承認,到底是誰所發的,而這個聲明呢,被眼尖的網友看到,裡面不但錯誤擺出,而且錯誤錯的跟施呼嚨一模一樣,為什麼? 因為施呼嚨的臉書裡面,提到IALS,拼錯了,而拼錯的方式,跟這篇2019年10月8號臉書上面的,這個英國官網上面的聲明,錯的是一模一樣,所以我們很清楚的知道,施呼嚨在這個假聲明當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所以我們其實呢,在五年前就已經拆穿這個騙局,只是當時以往然, 沒有,只是因為當時呢,整個蔡英文的淫威,還整個匣子在這個台灣跟英國,所以我們一時之間很難突破,後來呢,宇宙政營宣的許多同學們在海內海外,陸陸續續續的去跟whadudan.com問說,誒,那篇聲明怎麼搞的眉頭眉尾,而且被丟在一個兩年都沒有人發文的一個小角落,這小角落一共只有四篇文章,根本就不像官方聲明啊,那怎麼會丟在這個英國, 倫敦政經學院的將近三千個網頁中的一個小角落呢,從那個時候問到現在問了五年沒有答案,林環牆教授活大了,直接到英國的行政法院去告,那麼一審呢,被認為是無理取鬧,誒,奇怪了,我要了解一個這麼重大的證據,在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官網上是誰寫的,哪個單位發布的, 竟然被英國一審的行政法院判無理取鬧,原因無他嘛,你知道我們納稅人每年繳了這個這麼多的納稅錢,在這個政府當中有這麼多的這個稅入稅出,跑到哪裡去了? 這答案很簡單嘛,那我們就說這一篇在2019年10月8號登出來的這篇文章,一看就知道,這個顯然就是施呼嚨的手筆嘛,對不對?不但這個荒腔走板匪夷所思,而且,連英國倫敦政經學這麼重要的法學圖書館的全民都拼錯, 那施呼嚨是誰呢?很多人都忘了,他其實是我們的吉祥物,啊,他就是呢,以首在英國幫蔡英文遮掩整個論文門的,要犯之一,他當然會被我們告啊,而且呢,他幫蔡英文來處理這個詐騙案的同時,他因此而取得了,匿名的48萬英鎊,在那個時候呢,48萬英鎊,相當於大約3000萬台幣。 100萬美金,好,而且呢,他也因為這樣子,他得到了他的英國公民的身份,不過沒關係,英國公民一樣可以告,英鎊比較大,好,所以施呼嚨,你別跑。那至於施呼嚨是誰,很多人都忘了,對不對?他是我們的吉祥物,施瓜瓜。所以今天我們呢,幸福的列車一開始呢,先用喜劇開場,我們先來看一下,再介紹一次,施瓜瓜。 好久了,你覺得太太年輕人會帶來台灣的帽子,對於我們的帽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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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想,我們應該嘗試用我們的努力,為我們自己的帽子的帽子。 所以,我們要去看台灣的帽子,對於台灣的帽子的帽子。 在哪一種帽子的帽子的帽子呢? 因為這些小學生,他們很容易讓台灣的帽子帶來台灣的帽子。 所以,現在他們只拿到我們帽子的帽子。 但是我們需要製造台灣的帽子。 我們需要製造一個帽子。 好,這個問題是我們對我們來說,謝謝。 好,大家呢,心情很好。 有著這個幸福列車,洋溢著幸福的氛圍。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講講看,林環牆教授的這個重要的在second tier tribunal court的勝利到底是什麼。 我們回到林環牆教授的臉書。 臉書上說,這個第一塊遮羞布,就是這個2019年的10月8號,沒有人背書。 沒有人敢說這到底是誰發的聲明。 今天,2024年的10月15號,英國一審行政法院換法官更一審。 哦,他這個是在高等法院要求更一審到更一審呢,重審。 而且要求換法官。 你看看英國的行政法院多代種。 對不對,他要更一審就附帶要求換法官嗎? 不像台灣。我更一審以後還是張詠惠。 我更一審以後還是林偉環。 這不是很扯嗎? 所以,英國行政法院認為當時, 判這個林環牆教授Vexatius無理取鬧的一審法官,必須要被更換。 高等法院已經做過了判決,要求把這個案子打回一審。 就所謂的更一審。 那今天的這個判決是更一審的宣判。 那當時呢,這個二審的法官附帶要求,命令更一審必須換法官。 也因為更一審必須換法官。 所以這個更一審的法官一定罩子很亮。 他知道說你看,我們不能再包庇了嗎? 在二審的法官已經指明說,這個案子要重審。 而且必須換人重審。 所以這個換了重審的這個法官呢, 只好兢兢業業的就證據論證據。 所以遲來的正義。 這整個案子已經告了將近四年了。 今天呢,才得到了一個小小的遲來的正義。 什麼意思呢?叫做遲來的正義啊。 因為你看來來回回,更一審竟然被英國的行政法院羞辱說,林環牆教授提問這個發的聲明到底誰發的。 這樣子竟然被人說是vexatious,無理取鬧。 更二審,更一審呢,就是今天的判決下來,也就是2024年的10月15號。 英國一審行政法院更換法官更一審終於做下了最後判決。 不但駁斥了ICO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 Office, 不該對林環牆教授的FOIA提出了vexatious的錯誤裁定。 而且命令,倫敦政經學院必須在一定期限內。 重新回復2019年的10月8號,官網上張貼蔡英文貨班博士學位的無人簽名的背書聲明。 究竟出自何處? 這是一個重大的突破,因為這篇聲明顯然造假。 因此沒有人敢承認是誰幹的。 當他們公布是誰幹的時候,有兩個意義。 第一個,我們的被告就立刻現行,英國端就會立刻起訴。 第二個,現在這樣子的一個到底人是誰殺的,會在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內部形成了一個重要的內部矛盾。 大家就會開始跳船的跳船,撇清的撇清。 人不是我台的,人是他台的,我不賣你。 開始會有一連串內部的矛盾產生。 所以蔡英文同學,你最好去捷克法國完了以後,直接去一趟英國把事情處理一下。 沒有,你如果回來台灣,現況卡不起來。 你馬上到台灣以後,賴清德總統,如果你帶種的話,蔡英文一下飛機馬上帶上銬。 就像鄭文燦一樣,直接帶到台北看守所去。 詢問之後,直接收押。 那一剎那我就回台灣,我立刻回台灣。 我毫不猶豫的回台灣。 而且我願意出庭作證。 我願意拿我的身家性命做保。 如果我冤讓了蔡英文,我切腹自殺。 我在凱達葛蘭大道面前切腹自殺。 可以嗎?賴清德總統。 我拿我的身家性命跟這件事情對賭。 這樣夠有誠意了吧。 進段廣告,馬上回來。 在這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政经关不了 关不了政经 各位同学 幸福的列车来得太快 空气中洋溢着幸福的气氛 好 我们接下来看看 在英国端的重大胜利 林环强教授贴出的脸书上说 他说 我们耐心在等待一下下 我们要来看看 伦敦政经学院要怎么样交代 2019年10月8号的官方声明 到底是什么挽高 我想现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一定讨论茜茜 然后刚才从哥伦比亚大学 仓皇而逃的前校长 他现在跑回英国伦敦去了 我相信他应该晚上会睡不着觉 会立刻开始学中文 每天晚上看 政经关不了 跟蔡英文要躲在棉被里面 把自己灌醉喝的茫茫了 然后看看到底今天又被起出什么证据来 我必须说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 这些犯罪集团 不管是台湾的 不管是英国的 你们绝对跑不掉 而且一个会比一个惨 我们接下来看看 林环江教授还贴上了ICO的主委 John Edwards 他的这一个 跟林环江教授 他把两个人的照片放在一起 因为这个John Edwards 曾经是骂林环江教授vexatious的人 好 英国新的法院更议审 最后判决全文的连结 林环江教授贴在他的脸书上 可是很多网友 这个就是跟我们一样打不开 暂时打不开不太清楚 不过我相信睡一觉起来 这个连结应该 因为现在在半夜 在英国在美国是已经在 林环江教授的地方 应该已经是到了半夜的时间 好 所以我们要来看看 那么这份标题叫做 First-Tier Tribunal General Regulatory Chamber 下面的一个标题 当中寻找判决 叫LIN versus the Information Commission 相关号码一大串的编号 2024年的10月15号 供大家下载 好 他这边说 本人林环江教授 在多次的申辩状当中 具细名医的以正式文件 指出蔡英文博士学位是虚构的 而且同时挑战了伦敦政经学院 跟伦敦大学懦弱的道德勇气 跟缺乏对学术伦理的坚持 指责英国校方不该继续掩护 蔡英文论文门 更一审的最后裁决文 显然的对英国校方保留颜面 没有就本人在诉状的正式指责 有任何的裁决回应 但是明确的要求 伦敦政经学院的校评会 必须限期重新回应 本人的FOIA的请求 LSE应该说明 2019年10月的背书声明是如何而来 为了让大家对本行政法院的申诉工房有所了解 特将本人最后阶段递交法院的申辩论述 贴在下面的留言区 待会我会跟大家来逐字逐句的 来解析林环强教授在最后一次工房所贴的一些答辩状 那刚才林环超教授提到说 这个行政法院更衣审的判决书上 并没有回应林环强教授对于蔡英文的贾博士的相关指控 原因很简单 原因是因为林环强教授的这个案子的主文 他的主旨 应该说他的诉之声明 是要求交出2019年10月8号 这个假声明的作者是谁 所以聪明的法官是不会给自己惹事的 所以也就是不处理这个第二个部分 但是意思是说 我们拿到了这个证据之后 我们在第一次行政法院的这个诉状 我们的诉之声明就是蔡英文的博士学位是假的 是谁给他出了这个证明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诉之声明呢 就可以有不一样的答案 那个时候法官就必须要去正视他的声明是 而不是声明而是说这个伦敦政经学院的谁给他的这一张假的毕业证书 那到时候伦敦政经学院就必须诚实回答说对不起 是淘宝给的不是我给的 那这个事情就闹大了 蔡英文你的戏呢就绕着地球跑了 所以赖清德总统你聪明的话 我立刻现在马上跟你说你要立刻切割蔡英文 你还跟他在那里良性的互动将来会造成你这一生当中 要不是人家认为你是个昏庸的人 就是你一个这个可以讨好蔡英文的人 因为证据都这么清楚啦 对不对 你应该想办法叫司法启动调查 而不是假装当做不知道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要让大家回顾一下 到底讲了半天 2019年10月8号的声明到底是什么 因为时间到现在已经隔了5年 5年又8天 所以很久大家可能就忘了 来我们来看看这一篇 LSE Statement on PhD of Dr.蔡英文 伦敦政经学院有关蔡英文博士的声明 就是因为2019年的10月8号登出这个声明 使得在台湾的所有氛围网路上都狂赞 然后赞我们说我们在造谣 让这个伦敦官方的声明呢 就证明了一件事情 伦敦政经学院都说了 请问你彭文正你算老几 这样的氛围盘踞了主流非主流的所有媒体 当时我们知道我们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我们是挨了一劲闷棍 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是假的 于是其实有很多网友很快就知道说 你看这篇文章呢 从头到尾根本就没有人具名 不像伦敦政经学院的官网上的其他所有的声明都有 这个文章是哪一个系所哪一个人所发的 这里偏偏都没有 那时候眼尖的网友呢 还有懂得资讯的网友就开始去追这篇文章的发文单位 后来发现呢 这篇文章跟蔡英文在英国伦敦政经学的白手套 就是我们刚刚呢在节目中中我们把他的这个演讲 重新放一遍给大家看一看的 这个是我们 这个宇宙政经学院同学的吉祥物施瓜瓜 跟他脱离不了关系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在2019年10月8号 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是台湾的双十国庆前的连续假期 趁着这个时候丢出来 让这个假期能够炒作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的标题就是伦敦政经学院对于蔡英文博士学位的声明 好 我们把全文再走一遍给大家看哈 这个LSE has received a number of queries regarding the academic status of our alumni Dr.蔡英文, President of Taiwan 伦敦政经学院接到了很多对于蔡英文博士的一些质疑的声明的询问 We can be clear the records of LSE and of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The degree awarding body at that time confirmed that Dr. Tsai was correctly awarded a PhD in law in 1984 这是板凳钉钉钉 这个是伦敦政经学院出来声明说蔡英文确实确实在1984年拿到了博士学位 但是这个声明是假的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按照这个声明的字面意思 那我一枪毙命了 我去凯达格兰大道切副自杀了 但是这个声明是造假的 造假的人至今不敢承认 造假的人呢必须面对现实 因为林环强教授透过英国的行政法院更衣审的判决 要你们交出人来 也就是说 郎喜三米郎台诶请你交出来 第三段说 All degrees from that period were awarded via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and the thesis would have been sent first to their senate house library 在那个时候呢 这一个学位是有伦敦大学班授的 而且首先你要把你的论文送到senate house library the senate house library records confirm that the copy was received and sent by them to the institute of advanced legal studies 这个地方原本他们写错了 他们写成institute for advanced legal studies 结果被网友的取笑 然后网友又去比对一个诗呱呱 当年也是用institute for advanced legal studies 所以被取笑之后呢 他们立马在三天后 把网站上的这个字给改了 所以我说宇宙政经学的同学们 在我们的同学当中啊 有调查局有国安局 还有英国伦敦政经学 还有伦敦大学 还有法官 通通都在这边盖着棉被偷看 好 这个整个声明从头到尾 张帮蔡英文的所有造假背书 而背书的人却不敢承认 这是谁写的 今天呢 英国伦敦的这一端的行政法院判决 更衣审判决就是要交出人来 再来 There is a listing of Dr. Cai's thesis Unfair Trade Practice and Safeguard Actions in the IRS index document Legal Research in the United Kingdom 1905-1984 which was published in 1985 Dr. Cai recently provided the LSE library with the facts of a personal copy of the thesis Unfair Trade Practice and Safeguard Actions which was available to view in the library room We understand Dr. Cai has also provided the digital version of her personal copy to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of Taiwan 这整片一看就知道是台湾人提供的 而且里面的所有的词句 都是帮她作弊被呈现出来的破绽遮掩 我们就不说了 反正五年来大家都知道蔡英文是贾博士 谁帮她在英国制造这篇贾博士 让她过关 可以参选2020年的总统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 韩国瑜最有资格提字数 告这个蔡英文 为什么 因为韩国瑜是这整个造假的受害者 致使她用这个造假的学历造假的声明 造成韩国瑜不当选 所以最可以让这个蔡英文 立刻遭到自诉判决的 就是意图使人不当选 还有当然这个造假啦 违反选霸法啦 这等等 至少光这一个案子 光这一个假声明 蔡英文就十年徒刑 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I hear you You're on a call at midnight I see you Fill asleep on the couch tonight You never complain But I hear you sigh when you are all alone I see you're While you're growing more and more I never told you But I I love you And I i know that you are getting older but some things never change the way you are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好 英國更衣省行政法院這個重大的勝利的判決書 我們終於點開了 剛剛有點數位落差 所以現在逐字逐句的跟大家報告 我們在英國端這個幸福列車洋溢著幸福的原子分子 好 首先我們把它翻譯成中文 今天太高興了 不想要教英文 因為教英文有點冷 好 我們直接把它翻譯成中文 是ChairGPT翻的了 好 我們來看看 這整個裁定是准許上訴 所以如果倫敦政經學院美送 它可以上訴 沒有關係 你慢慢玩 好 玩得越久 紅利越多 將來我要告你的時候 利息收入會比較多了 好吧 好 我們接下來看看這個案子 是怎麼裁判的 好 他說 這整個案子 其實原本一開始的時候是這樣的 是在判決日期 不用說了 2024年10月15號 那這是一個無需聽證就裁定的 意思就是說這個案子 並沒有經過聽證的過程 不像徐永泰博士還有其他人的案子 我們曾經經過一個聽證的程序 好 那麼這些聽證的程序的案子 很多都還在進行當中 這個判決日期就是2024年的10月15號 審判員就是法官叫做 Steven Robert Oh Steven Robert I love you 史蒂夫羅伯 太棒了這個人 來 雙方當事人 上訴人是林環牆教授 被告是ICO 就是英國的資訊專員 專員特入關辦公室 這什麼意思呢 因為英國的ICO 不讓這個林環牆教授知道 有關於倫敦政經學院在2019年10月8號的 這一篇幽靈發文的作者到底是誰 所以這整個案子的被告是ICO 那麼這個案子是這樣子的 好 上面說一下裁決通知這個專員資訊辦公室 涉及的是2021年12月3號 所以這個案子林環牆教授已經告了快三年了 是2021年12月3號正式提告的 像倫敦林環牆博士Dr.林環牆 這個Dr.很重要 好 所以以後大家要記得 有博士學位一定要叫人家叫他博士教授所長 對不對 不要動不動什麼名嘴啊 什麼資深媒體人 那不禮貌啊 對不對 資深媒體人在台灣至少有一萬個 名嘴至少五百個 博士教授所長呢 不多啦 特別是新聞方面的啊 那所以以後記得 在這邊鄭重聲明 要叫彭文正一定要叫彭文正博士教授所長 好啦我們接下來看看 這個案子哈是2021年12月3號林環牆博士 你看人家這個資訊官 人家這個法院多有禮貌 向倫敦政經學院的理事會提出的資訊請求 那麼這個裁決呢是這樣的 倫敦政經學院理事會應該對林環牆博士 在2021年的12月3號提出的資訊請求重新做出回應 所以這個案子直接要求倫敦政經學院回應 所以茶壺內的風暴啊 要即刻有核爆的方式展開了 蔡英文你趕快去送錢吧 法國完了轉到英國去 趕快去趕快去 好吧 再來第二個 該回應聲明要明確指出 倫敦政經學院理事會 是否持有符合該向請求範疇的任何資訊 很簡單 今天告的是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所以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理事會 因為他們是一個 他們是一個這個committee的組織嘛 是一個board 所以這個理事會呢 你首先你要回應 你有沒有辦法知道 這個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2019年10月8號 官網上的這個資訊是誰發的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board 他敢說我不知道 那你不知道你就下台算了 你們自己學校在官網上發的文 是誰發的 你調查不出來嗎 所以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這個board 他沒有辦法否認這件事情 那麼如果該持有資訊 持有該資訊 理事會應該予以公開 或者引用任何其他條款 可以免責 意思就是說 你倫敦政經學院 你要麼告訴我們 你有什麼條款可以免責 你這個免責條款 你用過一次了 你已經在FOIA跟一審的時候 你已經講過了 還罵人家Vexatious 結果你現在被打臉 回到更一審 更一審叫你說 你除非你有辦法提出新的理由來 或者是你根本不知道是誰 不然你就得公開 所以用白話文講 就是你給我公開了 因為你作為一個倫敦政經學院的board 你不可能去推卸責任說 我們的官網看了一篇文章 我不知道是誰看的 我也調查不出來 你也沒有辦法 組出新的任何的條文 去規範說我可以不要揭露 所以簡單的講就是 我給你三個選擇 另外兩個都是死路一條 所以第三個你就必須選 沒有選擇的選擇題了 你就要交出來嗎 好 倫敦政經學院的理事會 應該在資訊專員 根據以下的通知裁定後的 20個工作日 大家要敲碗 今天10月16是不是 10月11月5號 記得記得 相約在11月15號 大家約好11月15號 敲碗 看倫敦政經學院做什麼樣的回應 結果倫敦政經學院有幾個可能性 一個就是裝傻 但是裝傻會有什麼後遺症呢 待會怎麼看 藐視法庭 直接法辦 要不然就貼出一隻青蛙 什麼話都不說 對不對 意思就是說就這青蛙幹的 好嗎 這你只有兩個選擇 好 再來 這一個倫敦政經學院理事會 應該要在裁決後的20天嗎 你一定要有回應嗎 然後這個新的回應 要受到2000年的自由資訊法的第50條的權力保障 申請人可以根據該條規定 再次向資訊專員提出投訴 意思就是說 你倫敦政經學院如果回應的話 那我們就要回頭告資訊專員了 我們要跟你投訴 那你當時為什麼要說我Vexatious 這個故事是這樣子 我們跟倫敦政經學院要資料 倫敦政經學院不給 所以我們就跟他的上級單位 或者是說這個就資訊的管控來講 他的上級單位去等於是申訴 說這個ICO倫敦政經學院這麼簡單的東西 他不告訴我 結果倫敦政經學院不但不告訴你 而且倫敦的ICO資訊特務官辦公室 竟然也沆瀣一氣 呼應了倫敦政經學院的說法 還回頭罵了林環牆教授 Dr.林環牆說Vexatious 你無理取鬧嘛 這該你擦拭 結果今天法院告訴你說 這個絕對該我擦拭 你一定要告訴我們到底是誰 要不然你就告訴我說你不知道 你無法查到 要不然你告訴我一個理由說 你為什麼不願意揭露 不然你就乖乖的給我交出來 到底是誰發了這篇文章 那麼你發了這篇文章之後 倫敦政經學院承認了說 那林環牆教授還有一個根據FOIA 去跟ICO投訴 說那你當時為什麼糊弄我 所以這一步一步打上去 而且我們還可以向這些單位做民事求償 這才是精彩的所在 好接下來 不履行本裁定可能導致審判法庭 根據2000年的自由資訊法 就是FOIA的第61條 以書面形式做出違約認證 並且可以按照法庭藐視除 所以倫敦政經學院你等著被判藐視法庭嗎 不然你就三選一 第一個你承認你抓不到共犯 你不知道誰弄的 那你倫敦政經學院的校長肯定要下台 董事會也要下台 你連一個自己官網PO的文章是誰你都查不出來 第二個就是你有辦法拿出更高的法律來證明 你不需要揭露這個消息 不可能嗎 你就是要揭露嗎 所以你就是要揭露 那你揭露以後 林環牆教授還可以跟ICO去投訴嗎 好接下來 資訊專員必須在裁決公佈後的35天內 若有上訴申請 在上訴未成功的通知後14天內 將本裁決副本送到倫敦政經學院的理事會 意思就是說 你們都逃不掉 倫敦政經學院的理事會 就是倫敦政經學院的最大權力跟決策機構 以及ICO 英國資訊特務官辦公室 你們都是共犯一個都跑不掉 好後面還有 理由啊 初步的理由啊 在理由上說什麼 其實還蠻長的啊 來我先比較精準的先講幾個部分 其他呢我們明天還可以慢慢的跟大家分享 這個幸福的列車上面的種種的風光 他裡面寫了很多的內容 包括林環牆教授的上訴背景啦 然後提到呢 這個理事會呢 有關的一些權責單位啊 還有這個上訴人 就是林環牆教授被人家指控成為陰謀者啦 他上面寫得很清楚喔 這個上訴人說 他的請求不是沒有根據的 也不是沒有不適當的 也不是反鎖的 也不是具有威脅 無理或者不當的任何程序 沒有沒有 我們只是很謙卑的要求知道 這篇聲明到底誰發的 所以法庭從頭到尾衡量之後 沒有任何的理由反駁啊 他這個判決書還挺長的落落長啊 所以最後呢 他認為說沒有理由 不讓林環牆教授知道 這個原本就是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所保障的自由資訊 那麼林環牆教授呢 究竟寫了什麼樣的一個精彩的答辯狀 刺死這個法官 Steven Robert 史蒂芬羅伯法官 做了這樣的判決呢 進入廣告馬上回來 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這個昼夜的努力 才一步一步的往前推進 好 林煥翰教授在英國的行政法院 取得了更一審的勝利 就是要命令倫敦政經學院交出來呀 人喜三明人臺 在2019年10月8號這一篇假聲明啊 說蔡英文有博士學位的這個世界大謊 到底是誰幹的 如果在20天之內 就是台灣時間的11月5號不交出來的話 就會遭到藐視法庭的懲處 那麼林環牆教授在他臉書上面特別貼出來 他最後一次的答辯狀 這個答辯狀相當精彩 非常精彩 來我把它翻譯之後 跟大家共享 上面這個上訴人是林環牆 被告是英國資訊專員辦公室 還有另外一個被告 就是倫敦政經學院 他們是共同被告 好那麼上訴人的最後陳述是這樣 就是最後一次的地狀 他分了幾個部分 第一個蔡總統學位嚴重的問題的一個背景 因為要先闡明說這件事情的重要性嘛 不然的話我們怎麼能夠去陳述說我們要求 揭露這個假訊息內容的這個必要性對吧 所以這個陳述是非常的合理的 第一個就是要說明蔡英文假學位的背景的嚴重性 台灣的蔡英文總統曾經公開表示 他在兩年之內取得倫敦政經學院LSE的1.5個博士學位 另外蔡總統表示他的1.5個博士學位 是在1984年3月14號被授予的 但是他的學生紀錄顯示他在1984年2月取得了一個WD 就是一個所謂的Withdrawal 那麼蔡總統還提到他的博士文憑上寫有 蔡英文在國際貿易方面有很強的學術專長 然而倫敦大學就是蔡英文在任 就是在念書的時候那個時候的學位授予單位 從來沒有任何博士文憑上出現過類似的字樣 林環章教授列了幾個詳細的內容 第一個他說 令人費解的是蔡總統的學位問題沒有辦法解釋 他的所謂博士論文從來沒有在國家圖書館 還有在AILS或者是在Sandy House Library LSE的Library中從來都沒有編幕過 這寫得太好了 因為你說從來沒有出現那就有可能掉了 從來沒有編幕啊 表示什麼就沒有出生過嗎 根本沒有這個東西 OK好 接下來 那麼他說 蔡英文的實體論文在倫敦大學的任何圖書館內外都沒有出現過 倫敦大學也沒有在1980年代製作有關於蔡論文的microform為膠卷 也沒有製作過 這真的是三五啊 第二點林環牆教授他的一個說明是 由於蔡總統論文在倫敦大學始終不存在 不管是這個編幕實體形式還是microform 英國圖書館在2015年的6月 第一次為了蔡總統的不存在的論文建立了目錄 而ProCast則是在2009年的6月首次進行了相同的目錄建立 也就是說所有偷渡的相關資料都是2019年的6月份 那麼倫敦政議學院的圖書館在2019年的6月份同時接收到了一份延遲的蔡英文的所謂論文 當時呢已經預期了35年之久 更離譜的是這個部分呢林環牆教授寫了第三點 蔡總統在1983年16號星期天這個像像鬼妹般的哈這個假的進行了所謂的博士口試 但是沒有官方的考官的記錄就是沒有口試委員的記錄 倫敦大學跟倫敦政經學的理事會都否認持有任何有關蔡總統博士口試考官跟口試後報告的官方記錄 然而倫敦政經學院的法律團隊負責人Kevin Hance 在2020年的12月為中華民國的司法單位捏造了兩位博士的考官 一個叫做Leonard Lee 另外一個叫做Michael Elliott 林環牆教授在他的整個訴狀的第二點就是Part B 他說LSE聲明公共利益跟上述人的資訊自由請求 當蔡總統的學位問題在2019年浮出水面的時候 有人在倫敦政經學院的官網上發布了一副似乎是官方的聲明 以支持蔡總統擁有LSE博士學位的說法 這個聲明沒有簽名 因此倫敦政經學院聲明由誰發布的問題在台灣 尤其是一個未知數 最後一點第五點是說蔡英文在台灣掌有最高的權力 她的學位真實性攸關民主跟法治 因此社會對於蔡總統1980年10月份到1982年的6月期間 所做的LSE內部學生期間取得的博士學位的真實性 抱有強烈的公共利益 因為這整個上訴狀的最後上訴狀是在2023年地見的 所以那時候蔡英文還是總統 那麼她還做了一個註 林環牆教授說 蔡英文在1982年11月10號從LSE退學WD 作為一個公共機構 LSE有義務披露 LSE聲明的發布者跟發布者身份的相關資訊 上訴人就是林環牆教授的自由資訊請求 並非無理取鬧 相反的這個攸關了台灣的民主和法治 也攸關了倫敦政經學院在學術上的 學位授予的透明度跟誠信 除了最終陳述之外 上訴人在聽證會的文件集中 還有三份重要的補充文件 以支持她的資訊自由請求跟上訴 所以這件事情應該是有Public hearing 那麼最後的結論是基於上訴的理由 上訴人就林環牆教授尋求法院裁定 這個資訊自由請求並非無理取鬧 上訴人也尋求法院命令 要求倫敦政經學院以法規處理 並退還他的有關 就是回應他的自由資訊的請求 林環牆教授是 北卡羅蘭德大學夏洛特分校的 經濟與數理金融學的教授 而且還附上了他的電子郵件 還有他的網站相關的 有關於他的身份跟背景 就是這樣子抽絲剝繭 這個抽絲剝繭需要有智慧 需要有勇氣 還需要有信心 所以這整個案子 我們從2019年10月8號 丟出這個假訊息 到現在整整五年 五年了就看到了曙光 大家還要繼續忍耐 因為還要等 等到兩個禮拜的後 在11月5號會告訴我們說 這一個假聲明是誰發布的 接下來我們就把主謀共犯都逮到了以後 把他一桿子送上法庭 所以要忍耐 我想起高凌峰的歌 忍耐忍耐追求幸福 你也要學習忍耐 對不對 還有什麼 朋友聽我的忠焉 朋友聽我的歸圈 反正總歸大家要忍耐 好又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刻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上帝的話語 就是那一句話 獨家福音八章十七節 隱藏的事沒有不顯露出來的 把榮耀歸於主 祝大家平安喜樂 有個愉快的夜晚 明明見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